屬羊 屬雞 屬馬 幫我站在一邊 屬豬 屬狗 屬靈 名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人工又不加 樓又買不到 沒理由被人拿這條東西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不死 你儘管挫我的命 我的命越挫越硬 身為盧漢 肯定有奪命殺手 我們是鬧鬆 人人都是鬧鬆 我們再不奮起反抗 我們快要被人奪命了 如果我們認命就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 你為何要認命 奪命鬆鬆 又到星期二 晚上八至十的 奪命鬆鬆的時間 今天交通很暢順 很暢順 我下午要是午餐或過後 由灣仔過紅睡過九龍 沿途是暢順不堪的 通常《告示打道》是堵塞的 司機就說最好張宇江長住在香港 是 因為《告示打道》 全日都十分暢通 是 我想 海賓道也是 會展那邊 應該是 那邊 我猜有很多水馬 有很多警察 那邊好像有D龍 車龍 但是整個主要的《告示打道》 真的暢順不堪 我沒有試過在那些時間 過海可以是 類似五分鐘內搞定 我覺得 這次 這樣的保安級別 相當之搞鬼 比上一次李克強 講的職位 李克強就是國務院總理 應該高級 鍾德江就是人大委員長 人大委員長 大家都知道 以我們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 黨是大於一切的 所以他表面上就像曾鈺成那位 但實際上 其實跟業主冷法團主席差不多 就由管理公司作主 法團主席是沒有權的 又是 香港這班彈省 在娛弄香港人 講到國家領導人級別 什麼差差 這個張德江 何許人也 我只知道 我一看他的履歷 畢業於金日成勞動大學 北韓的經濟系 我覺得要令眼相看 等於 有人在日本原宿的AV大學畢業 在一個全世界經濟最差的國家 到今天仍然有大量的 饑荒死人的地方 對亞洲來說 我想亞洲裏面的烏干達 這樣的地方學經濟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明顯是一個人才 絕對是人才 很多人猜 張德江是江澤民派系的頭馬 為什麼這個 江已經是再對上一帶 中間有胡錦濤 對 中間有胡錦濤 但是所謂的江派人馬 就是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 江澤民仍然繼續放一些人在這裏 包括張高麗 包括張德江 拿來去確保他們自己派系的利益 所以張德江和香港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早在胡錦濤年代已經開始了 因為他是廣東省的省委書記 那也是立法會議員訪問廣東省 見過的一次 長毛好像見過的一次 那也是 很多人再次提起 今天就是這個沙士 張德江居然今天來講之後 就說大家一起主動提沙士抗疫 取得勝利 這個才是離譜 他自己挑起來講的 講友誌 一來到就在這裏認親認識 就是說跟香港很有緣分 曾經跟香港政府一起去對抗沙士 取得勝利 其實我覺得香港那麼多這些街頭藝術家 就不應該拿獅子山植番 結束一黨專政這些 我覺得將香港沙士的人頭過身的那些 一張照片貼在水馬上 其實應該清楚讓他們看到 因為隱瞞疫情 最終令到香港損失299條人 之前那兩天就是謝遠文醫生的 03年的世世紀紀念日 我想香港人根紅頂白 現在很多傳媒都不敢再把這個沙士疫情 拿來去問這個 翻牧豆漿 你現在看到香港傳媒是多麼可恥 其實是 就是要附和這個主旋律 就是撻手掌這個所謂中央領導人 來香港訪問 視察 不是訪問 是視察 來香港視察 但是一般市民來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向他們問責 如果是我們家人過身的話 是嗎 是啊 所以你不單止不提由自我 我都說 你現在把這個黑 把這個白 把這個黑扭曲成為白 然後講到自己一起抗疫 一起共同抗疫 大哥 沙士在內地隱瞞疫情的情況下 由這個中山大學 一位男士帶進來香港 然後就在太子的京華酒店散步 事情就是這樣 然後香港就防不勝防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病毒的嚴重性 以及怎樣去對付這個病毒 所以很多醫護人員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中了招 是啊 接著又社區爆發了 是的 接著又社區爆發 淘大花園 淘大花園爆發 接著又是空間隔離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 北京為了討好香港人 才搞這個所謂自由行 所以整個故事 大家不要反過來說 因為中央看到香港經濟不行 所以就開放自由行 來對香港人拯救香港人 其實這個是299條人命的後果 是因為大家如果要問責的話 這條數都不知道怎麼算 所有當日 牽涉到沙士的全部升官 不單止表面上落台的那些 最終是暗地裡全部升官 這個就是所謂共產黨管治的良好管治 中國模式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香港人 坦白說 我對這些領導人來香港訪問 又好視察什麼春春都好 我完全沒有認趣 那種的規矩格局 完全是厭惡到不得了 是 我再 recall 當日我在傳媒工作的時候 去採訪 由江澤民、喬石來香港訪問 一直到溫家寶 是不斷每一次都是倒退 雖然大家在笑江澤民 梳頭 褲子抽到上胸口 那件防彈衣 弄得肚腩鬼死那麼大 但其實江澤民差不多是最自由的 來香港訪問的時候 那個保安的安排 現在差不多是什麼呢 去到那個地步 就當香港是一個敵對ISIS的國家 你想想以前 溫家寶都試過去行屋邨 江老江試過 不知道去馬安山還是什麼 你看看現在越來越搞 搞到去到什麼 去到一些未落成 沒有人搬進去的屋苑參觀 參觀這個建築的進度 那為什麼不叫他去 會展隔離的 中環灣仔繞道的沉箱裡面參觀呢 是吧 那就最安全了 入了沉箱裡面 是 要不就不要來 或者不要來 對 我覺得就不要來 既然說到你要來視察 這麼大把 對 你又視察什麼呢 對 你又不是見人 你不是跟所有人叫見面 對 你說OK 反對派不見 什麼都好 又說他們示威啊 搗亂啊 那香港人呢 香港市民呢 對 所以我就想想想 上次 李克強都假的 走去這個勵港城 嗯 不是出現黑影事件 對 突然搞到烏梨丹丹丹丹丹 對 人家穿六四T恤 就是這麼故人的 對 今次我想就不用了 地盤又停工 路又封 這頭那些 建制派就廣布 拉布萬十惡不赦 是 阻人搵食 阻人搵食 既然你說得這麼慘 找不到食 為何你們不去示威 去張德江那裡 喂 停了工啊 大哥 是吧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第二 我覺得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 甚至上一年來做什麼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只是什麼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論壇 是啊 一帶一路的論壇 今天所說的 那些媽媽是女人的說話 我看完之後 我完全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是 真的完全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沒有印象到 連這個網媒 網上都沒有人傳 因為太廢了 太廢了 我想是 那個 照本宣科的內容 就是 實際上 跟那些 政府法的新聞稿 沒有什麼分別 唯獨是 這個 689 在事先 我們上個星期也說過 就是把晚宴 改成一個狗洞 就在九龍門口還叫馮偉剛 割督屎 是 大家要踩著督屎 然後去捐九龍 那就被迫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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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空家華也踢爆了 他說 有人想 這個領導人 就沒有機會跟這個泛民接觸 所以在晚宴的安排裡面 就出了古話 但是在中央最後的要求 就是在這個晚宴之前 就是明天 就有一個酒會 就邀請了所謂的泛民黨派的頭目 就坐在那裡跟張德光寒暈 那樣 原本就準備不去 那些人都去 最後來 所以很明顯 我猜 整個張德光來香港的大龍鳳 就會在明天 這個晚宴前的酒會 那這場酒會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外面的示威就是基本上止性動作 最主要就是為什麼每個人都會去呢 肯定就是中央會被斬了眼 就是說有事要談 所以連何秀蘭也長尾轉了態 他一早就說不去 他長尾轉態 現在就一起加入 打算去睹梁振英副 對 這樣就變成集體公開督背脊行動 這樣就已經講到明了 這個六八九 永遠都是像石堅一樣 永遠做壞事之前 就一定給他的樣子看 那樣子看起來 對 或者鄭紫誠 一走出來就已經有陰謀了 所以這個星期就去商台 陳淑薇的節目 好像是 美姐 美姐專門幫政府官員跳白 這個節目 他的節目應該改名叫做 超人漂白水突藥 混蛋星期天就最好 幫梁振英漂白 一早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叫泛民做朋友 梁振英 很明顯 就是衝著 明天 泛民黨派領袖 和張德光 見面 集體 拖督背脊 這件事 事先提早消毒 另外 馮偉光就開始提早三個星期消毒了 現在每天都發表他的謀論 就是講一下梁振英的 施責的證責 對 證責多厲害 就等於張德光說取得勝利 對 又再數一次的醜聞 已經忘記了 但我猜 結果是懂得其反 反過來講的那種 好像張德光說取得勝利的東西 有些像上星期 《環球時報》 就說英女王 就說 萬宜 對 就是被人聽到 他說 這些中國人 是很不抗議的 又說是很不抗議的 然後他就反而咒回那些 英國的傳媒 就說他很八卦 就說這些是萬宜 你來多些 跟我們接觸 就可以五千年歷史 其實他們不要緊 他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狀態 是什麼呢 是自己自我催眠 無論他們說什麼 他們自己相信 就是 我覺得 慢慢共產黨 跟法輪功越走越近 都是活在自己的 就是說 可以阻止地球大爆炸 隕石撞擊地球全革 教主 將它推開 其實慢慢講講講 香港 救市 打大鱷 就靠北京支持 1997年金融風暴 1997年金融風暴 現在就開始揣改第二階段歷史 就是沙士在中央協助之下 抗疫勝利 然後死了多少人就不再提 內地如何隱瞞疫情 而導致香港變成疫苍 也不再提 變成在中央協助之下 就成功抗疫 抗疫之餘 還要大黃香港的經濟 我猜一路再數下去 就是 下一階段 第三階段 揣改歷史 就是梁振英是香港有史以來 民亡最高的領導人 而他全家人都受到香港市民的外帶 我們每一天都會問候他全家人 還有很想幫他的女兒拿行李 也很想幫齊恩拍戲 如果他的戲是南極 北極星 南極圈 南極探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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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著 因為我看到的POMO很吸引 又有龍蝦 又有很多古靈精怪角色 但最終我沒有上到畫 我覺得應該 在這個時間 等張德光來的時候 把這部電影上畫 我覺得是最佳的時機 那些導演不要拍血散 他們說想拍血散 又找不到KTFA 沒有年輕人敢去拍 所以不要拍血散 我那天在機場 那個空琴工會 那個集會 看到一些講口音的年輕人 都在喊咪 支持梁振英 為什麼蔡克健 找不到人拍 找不到KTFA 叫他找附近忠 和高達斌 那些人是不是年紀大了 不是 有個很瘋的年輕人 我想三十多歲 還扮黃之鋒那次 不是 三十多歲扮黃之鋒 那我也扮得羅冠聰 你扮周庭也可以 哇 頭髮都這麼長 YES 你日文可能不夠 周庭留你 不行 所以我覺得如果再改下去的話 其實應該就是 覺得梁振英在香港市民 大量支持上街 支持梁振英的情況下 就宣布勝利連任 不是 但是明天這個獨背脊這場show 我猜今晚梁振英 就有得震 沒得睡 原因是 你想想 國家領導人 就特地開多一場 這個叫做公余場 就潛建多在正場之上 做多一場正場 其實表面上 晚宴是正常的 但是我猜現在就變成 晚宴之前的走會就是正常 大家都在猜究究竟開哪一篇 如果 何秀蘭 梁家劫 卿姐 按照劇本 當日坐的位置就是這樣的 張德光就坐在那裡 然後梁振英會坐在旁邊 然後對面就是這幾個黨派的頭目 但是當這幾個小頭目一起 縱口一次 當面指著梁振英來罵的時候 那張德光 你猜他的反應會如何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對 很尷尬 我覺得我建議 如果有泛民的議員 聽著我們做節目 就明天要給那些 叫做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修養 是 就是由外到內 由內到外出外的時候 就是 要多加幾次肉球 對 就是為香港之沉淪而痛心 以及 簡直是要令到在座的梁振英 敵漢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定的技巧 和功力才可以的 那種肉球 因為到時 大家就會 我不知道 應該就未必有 披露在場 可能都是閉門的 是的 可能是閉門的 但是你知道 閉門出來到馮偉江去消毒的話 馮偉江掛著上網 溝淚 我想都要幾個小時之後 所以這個是有Facebook Live 如果是聰明的話 其實開著Facebook Live 大家會有東西看 就是 爆過黎明和林日熙的咖啡廣告 我覺得 哈哈哈哈 如果你能忍住張一江 嘩 你黑口黑臉 然後梁振英在旁邊 滴汗 拿毛巾出來抹汗 這樣 那這張照片 我想已經宣佈梁振英 正式受終正寢了 所以 現在就有幾個 可能性出現 你猜開哪個飯多 我猜 我猜 垢我是何秀蘭 我負責撲… 就說香港搞到這樣 就是因為梁振英 那期間就指著她 最壞的是她 以鬥爭為綱 專門用政治手段 來和香港市民對着干 所以使香港人 對港獨 就產生了無限的遐想 所以大家都稱良正為港獨之父 如果中央不想香港走向獨立的話 就懇請北京在現在這個時刻 告訴我們梁振英連任是不是已經沒有機會呢 如果你是張德光你會怎麼回答呢 三個可能性 一 目口目面 照樣在這裡笑笑口 第二 把球交給梁振英 我猜這個就死定了 第三 幫他防守 即是說特首都做得好 其實大家都應該團結在梁振英身邊 令到政府什麼依法施政不叉叉 你猜一 二 三開哪個凡數多呢 這個反而取決於究竟阿爺是不是已經有定案 可能是未有的 其實他也拿不到主意的 於是他可能是第一了 那就變成金正恩的樣子了 目口目面了 目口目面 還有說一些不適合的事情 即是言不及義 希望大家更好地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總之就是我們對於他的政府的工作都是肯定的 但是我猜這樣 只要張德光不反駁 是 這些泛民小頭目就會出來傳播一個訊息 就是張德光附和他們所說的東西 不是的 他發新聞稿他會怎麼發呢 他不可能說他自己支持梁振英連任 他也是重複今天所說的東西而已 今天所說的東西就有幾句了 又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等 又或者不是說這些 這句話就不代表他是支持甚麼 不代表他是支持梁振英連任 接著可能就無緣無故帶去其他東西 我這次來的目的就不是討論連任的問題 我是說一帶一路而已 於是就開始又說一帶一路了 接著梁振英又加了一把嘴 一直在說一帶一路 即是將他反駁到其他的問題 一帶一路就變成了一個圓形的一條花圓 如果我是何秀蘭或是梁振英 我就會吃著上去 其實一帶一路是很大的提議 不過如果要成功的話 就由梁振英去執行 是 又去開國 然後又撈回去 又撈回去落潮 其實這個這麼好的想法 如果有其他有文望的特首去執行的話 我相信香港人更加支持一帶一路 而梁振英又這麼對一帶一路 這麼有熱情 不如他派他去哈塞 或是吉爾吉斯做特區政府駐吉爾吉斯的專員 專門跟波叔一起搞一些羊 或者搞一些雷仔 哈哈哈哈 我覺得其實無論怎樣說都可以繞回去就叫他下台 但這個就要看看那幾個頭目的意志是怎樣 他是不是一直想這樣進逼 我覺得踢法上就是要學李斯特成 不要控球 不要千萬在自己說 而是把波子彈給張德剛 然後他一說浪費到別的地方 又再把波子彈回去 又是叫旁邊那條廢柴下台 又說一句話繼續都是這樣說 然後到你說完下一個也是這樣說 就算你說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你就繼續這樣說 我們都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不過梁振英經常都做一些 打破香港的規章制度的做法 他自己又收魂水 在UGL收了錢 將來下台的話都會被廉政公主查 那怎可能會依法施政呢 那就回去吧 但如果是這樣我就想到了 你剛才說梁振英今晚有德鎮沒得睡 但他會不會反而是今晚發動一些 不知道什麼人去做 午夜空靈那幾個頭目 那幾個頭目你要空到他 坦白說 如果梁振英空到 其實就不會有這場暖場 暖場活動 這個暖場活動就不會出現 因為他搞到填了那張表 那些人已經下不了台 全部不去了 但現在很明顯 這場加插的中央活動 梁振英又不是他的計劃之內 所以我覺得 這些共產黨的事情 他就不會宣之於喉 就隨時有一個面色 一個顏色 或者當 即是很簡單 如果你老闆看你的 他又怎會給你機會 讓他們展示一群的朗屏 這些大隨手的情況 對 拿一個排球來扔你 等你玩閃避球 真的 對 是嗎 考牌 我覺得梁振英的作風 我覺得他一定不敢 不敢串嘴 又或者別人說一句就一句 他就已經在May姐的節目 那裡重演了一次 即是泛民的朋友 我覺得他一說到這裡 就要停止他 如果是梁振英的話 對不起梁振英 我不是你的朋友 麻煩你不要再叫我泛民的朋友 我沒有你的朋友 叫我梁振英 那就行 你不可以給他一個位置進去 他一定擺出一個 兼聽開明包容的姿態 亦不淫鬧 你看到這個人這麼久 嘴巴這麼壞 這麼賤 講一句 上個星期 到陳淑薇的節目 突然間變成另一個人 你已經知道這場 明天的紅門宴 這場紅門宴 對他來說 不能不作 提早作準備 就先堆上沙包 所以 盡量扮親民 而泛民這些人 坦白說 你們 其實這次活動裡面 最大機會 唯一值得見張德光 其實就是在他面前 斬殺梁振英 是為大家出口氣 所以無論他怎麼扮 笑臉形人也好 我猜他也是這樣 就算你在他耳邊說 X你交叉YZ 他也是 謝謝你意見 明天 所以更加一定要當面羞辱他 不是跟他討論問題 是要當面羞辱他 後果就是這樣 如果你的人 所謂打狗也要看主人 是的 如果這個真的是他的主人 當被人當面羞辱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就是 你就會看到那個 Hidden message 是什麼 如果大家客氣氣地 討論一下特區政府政策 施政要改善 我覺得就算是梁振英 他可以賤到這樣的 我聽到泛民朋友的意見 做得不好我會改正 他可以這麼賤 甚至說一下自己有什麼政績 像蔣生樽那些 一定會再說出來 希望大家不要再拉布了 更加支持政府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不可以給他機會 是拿來把show偷了 然後變成他的競選工程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 修辱梁振英計劃 坦白說難得機會 你去來為什麼 你明知道大家根本沒有話 你擺出這樣的政治姿態 就是希望 中央和泛民之間 有一個所謂正常化的關係 我猜是 這個正常化的關係 首要目的是什麼呢 北京當然是希望 將選舉的氣氛降溫 降溫的話 自然會把本土派 港獨等等 這個就是北京的算盤 我覺得 他不是為了停糧 我覺得 他是為了建制派的選舉 是 即是把一個所謂溫和的姿態出來 好了 泛民為什麼你要跟他做這台戲呢 因為如果跟他在這個問題裏面 大家笑笑口的話 那就中了伏 即是你幫建制派在 campaign 正正就是他要突然間 變成一個欺負 對 變成新聞 對 聽取民意 聽取民意 聽到你對施政的意見 對政局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覺得 你說什麼重啟政改 什麼港市論壇 這些人家的浪費氣氛 其實明天的會面 只是一個目的 就是要盡量羞辱梁振英 而令到大家看到 張德國有什麼反應 就是說在北京面前 基本上同台較量的機會是很小的 而如果 能夠 將這個矛盾逼出來 我覺得政府會想得更快 因為其實他的良憤是一個利益集團 是啊 而當這個利益集團發覺 再走下去 是沒有好處的 那他就會散 如果我是林世英 那我就會 如果今晚五夜空靈不成功 或者沒有了他 五夜空靈他 就五夜空靈張德剛 跟他合作 明天張德剛就好像做獨立 在B.A.B.B. 不斷地說一大一路 就等你們這些人 沒有機會出聲 我覺得他也很難 團程都說完 我覺得 寫完稿給他吧 劉振英 那就是要聰明了 那就是要出現這個 里斯特城式的攔截 要用大中場 是吧 就是要一個剷球 一個剷球 一剷掉了 就立刻 如果不是的話 我猜梁振英的屎曲也是這樣 就是要把他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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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選舉的台 這樣 不要理會 不要理會 是否答案的問題 他隨時都說 30分鐘 就把他打破了 就是要把他打破了 就是要出的 就是要把他打破了 那些是空球在腳 就在自己後半場 這樣交來交去 是呀 最後就是把他打破了 國球旗 但是我覺得 他 因為我覺得 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場表演 不是他做的 不是他做的 我覺得 是會出事的 我覺得 今天 大家排排棋 這個設定 大家想起當天在澳門 就是董建華排排棋 接受溫家寶的份事 是 溫家寶當天 就叫中央電視台人 來拍下 是 就是要求 特區政府查找不足 那一件事 其實那一件事 就直接導致董建華下台 那究竟 今天 這個訓話 就通過了 是 那就是官養文章 是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 現在 剩下的就是 什麼呢 就是 奇招突出 劉慧卿 失不見了 將酒會的請柬 這個 梁靜偉又撻了 那種請柬 出這種 騙招 坦白說 如果 興姐有人扮到你的樣子 拿了你的請柬 進去的機會 也很少 不用 拿了請柬 扔掉 讓他不能去 我的意思是 如果 張德光耀健 就算劉慧卿沒有請柬 你猜會不會不讓他進去 會不會有第二個人 好像僵獨分子的樣子 然後就用請柬 來假裝劉慧卿進去 找個龍蝦辦 可以嗎 不行吧 龍蝦辦 廖偉雄 也可以 但如果龍蝦辦 卿姐也差我 所以 所以這些 節外生枝 都是有點困惑的 是的 應該是困惑的 今晚到明天這個酒會 的期間 應該都會有些 怪異事件發生 其實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 會不會拆動一場蘇聯 是的 會不會明天 在某個灣仔 某一條街 突然間沒有黏膠水 是的 那些磚沒有黏膠水 是的 在告示打道 對進去的橫街 或者在諾克道 或者在酒吧街 所以 這也是有變數的 第二個可能性 我覺得是苦肉計 苦肉計是什麼 是梁振英自己扮生 是梁振英雷帝 種食物中毒 吃龍蝦之後中毒 吃龍蝦之後中毒 或者吃龍蝦之後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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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 那就可以直接 然後大龍蝦送去醫院 那就可以用得你插 就是這樣簡單 用得你插 我都不在場 這就是我覺得 虎底抽身的方法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 埋身肉搏箭 都挺什麼的 因為在那個 陳淑薇的訪問裡面 其實他就是由一個所謂的 暗地裡 出了一招叫做打小掩 打什麼呢 就是打林鄭月娥 是 因為林鄭月娥自動請欣賞 李鵬飛的節目 《大人大放》那裡 就發表一個訊息 就是特首要有自己的班底 是 他也會有很多班底 是的 他又說自己和孫仲佳 和李領達 都是漢年代的戰友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插爆他 然後 梁振英其實在正好星期天裡面 其實他有環波 他就說因為 這些行政長官 任何人說自己的班底 都是騙人的 因為他說任命權 其實是來自北京人 神經 他當然從一種最 所謂的律師爭辯的角度去爭辯 就是用一個制度 當然大家明白的是 特首報請中央任命的司機官員 所以沒有中央任命之前 不代表你的班底一定會任命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現在就是白熱化階段 現在就左右兩個出招 第二記者問他 一個政府裡面兩個高層官員去出選的話 那怎麼辦呢 他們都要離職 他就說得很晦氣 梁振英就說現行制度是沒有禁止 特區政府高層去參選的 他的意思就是 我也不想 不過他們的制度 你出來就去吧 沒有阻止他們 所以就 你想想 他講得這麼晦氣和這麼負面 明顯就很上心 對於財政司和政務司 左右格擊 對 黑白無常左右格擊 對 我想最嚴重的是 再加上曾俊華不斷出拳 對 這個拳的密度 跟曹昇瑜差不多密 簡直是他兄弟 對 劉昇權 比葉敏更厲害 日治充權 對 頻頻出拳就是 得到市民的好的反應 當然 所以很奇怪 你想想 連馮偉剛也不備嫌 在這個星期的AM730那裡 就說 其實梁振英和財政司是沒有嫌隙的 只不過是小人挑撥離間 財政司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配合梁振英 即是說他的功勞都是我的 我給他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 現在不單止權來腳王 而是實際上的Camping已經開始 所以 這幾天裡面 我猜他除了監視著 泛民小頭目 會不會配合曾俊華出招 因為 在這次的預算案裡面 曾俊華得到50票支持 民主黨是投了支持票 在撥款條例總案裡面 如果他是配合的話 第二 他只要看著什麼 就是張德光在其他官式場合裡面 會不會出現這個張握手的情勢 是 是 正路 我覺得他們應該調到曾俊華 突然間 有急事去巡視北大嶼山公路 或者叫他看守著獅子山 或者派到外國去 或者監視王豪銘 應該是 還有阿牛 因為阿牛手上還有很多航拍機 好像是 講到阿牛我也很好笑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找那個人幫他買 其實鴨寮街很多 淘寶也有 淘寶也很便宜 那些航拍機 但會不會是因為不行 會不會是因為不行 要他回去換 或者是買回來 全部都不行 因為飛不起來 所以我猜梁振英 第二個危機就是什麼呢 就是 他會不會找馮偉剛去攔截 曾俊華和林鄭呢 你明白嗎 就憑馮光 手到的時候 馮光就突然斜斜的旁邊撐出來 吃一拳 就是硬用肚腩來擋住 張德光的手 一下子就插進去 庫囊那裡 甚至乎在庫囊裡面 這雙相片很重要 馮光的手在張德光的庫囊裡面 我覺得只有這件事都值回 誰知道一萬元一天 如果他能做到 能夠成功阻擋 以身體阻擋 張德光和曾俊華握手 我覺得十萬元一天都值 如果我是梁振英自己貼九萬給他 休息一會兒